回到環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的是 日本是不是会成为 接下来很多的 国际军火商的一个天堂呢 这边有个问号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 主要是因为呢 日本他们要调高 他们的年度的国防预算 所以呢 最近这日本的 最大的一场军备展啊 DSEI JAPAN 3月15号到17号 在日本的千业线举办 这个DSEI呢 是源自英国的防展的品牌 2019年到了日本呢 举行了第一届的DSEI JAPAN 那么今年是第二届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 所以呢 这次的展览呢 备受各界的关注啊 那这次呢 包括了美国 英国 德国 以色列 总共有65个国家 250家的企业参加这个展览 所以规模 这是历来最大的 朝日新闻呢 就特别报道说呢 2022年日本防卫的 这个预算呢 增加到43兆日元 所以因此吸引了 这个军武设备制造商啊 就开始转向日本市场 哪里有钱转 当然就到哪里去啊 日本内部的三菱重工呢 当然也特别在 这次的展览当中 首次展出了高 超高能雷射装置 尤其特别强调是在 鹿尔岛县啊 总指示 进行了两年的实证测试 而且呢 特别强调说 最大击落范围 1.2公里的这个无人机 让海陆空自卫队的 这个陆上自卫队呢 都可以来协助搭载 而且要扩大研发 超高功率雷射拦截 飞弹 要大幅度的来降低成本啊 那这样的无人机呢 那是不是也有人 就是在特别就关心是说呢 是不是要对准的 这个假想敌呢 是解放军的无人机 还是有其他国家的 我先请教一下勇峰老师 大家看到了 大家想说这样的一个展览 并且令人联想 未来呢 日本是不是要成为 这个国际军火商 很想要进军的市场啊 因为这确实 有很多的钱可以赚啊 日本自己内部 民间的相关产业 应该同样也想要 抢食这块军火大笔吧 但是类似防卫省啦 大藏省 就是现在的财务省 通餐省是对外的 对自己内部的企业界 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当然因为预算分五年 要成长一倍 两趴嘛 那个从现在0.9或1趴 要到2趴 对 那是非常大的金额啦 非常大的金额 比如说经团联 那些大企业当然会 伸手进去 伸手燃止 但是倒过来 另外一边也是说 日本的行政指导 是非常有力的 有力量的 所以也会有官僚部门的自己的计划 然后透过来请或叫日本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界有非常多 本来的公务员退休之后转身到企业界 多到很多 就是我们的旋转门 比我们更厉害 厉害的官僚 一生里面领个五次的退休金 那个都看过的 所以类似这一类的东西 企业跟国家之间 透过这种软的法外的连结 来互相输送利益 这个很稀松平常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国际的军火集团 也趁这个机会 你都要增加2趴 你总不能全部都是国内标吧 这个台湾也一模一样 还有一定 而且不是只有实质 我们看到的那个武器而已 另外的服务的部门 所以很多的商社 商社就是国际贸易器的厂 你要买什么 我全部提供你另外服务 而且想当而 他们一定会告诉日本 这些就是有关部门 告诉他们说 你们需要什么武器 本来就已经国际化了 比如说日本的智慧队 现在用了非常多的美制的武器 还有智慧队跟美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或共同的训练 这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吧 日本自己也有自己的技术 所以如果硬要说最需要的 好不好 各位有生之年一定看得到了吧 日本的核武装 比如说核子的浅间 我们看得到 一定看到 这一定看 只是说看到之后的世界是怎样不太知道而已 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出现 一个形的转换 一个大转换会在我们的眼前看到 欧洲的事情就不提了 那个德国那个更厉害 我们集中在讲日本的话 日本所带起来的影响 那比如说中国台湾朝鲜半岛 当然日本变强 历史是不是重来它又要扩张 那是另外一件事啦 那晚近的韓国不是今天的主题 不过韓国现在正努力的在跟日本想要和解 那个也是这个意思 特别半导体 就直接都放进去了 台湾很少在韩国的报纸 或是韩国的总统的嘴巴里面出现 这个就以前讲的chip hole吧 韩国总统自己讲出来了 半导体必须合作 日 美 韩 台 清清楚的讲得出来 去日本是要做这件事的 半导体的合作 再来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不是单纯的人打人 或死多少人 或占领多少土地的问题 已经是更全面性的嘛 包括科技业 这已经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我们这部分的合作 或者是你把如果啦 一%要变两%很容易的话 就是把类似半导体这一类的东西 也放进军事预算里面去计算 那一下子过了 那我们从这个军武的品项上面来看的话 请静哥帮我们看 三菱重工这次他们搬出来 就是说展出的是 专门用来极落无人机的超高能镭射装置 而且号称说 像刚刚讲的这个最大极落范围1.2公里 然后海陆航空自卫队 都可以配置 这个三菱重工所展出 这个超高能的镭射 您的了解是什么 就是说它针对的是哪些无人机 照目前看这个 这次的就是相关的新闻影片上来讲 在那个就是装置就露出来 它装在一个甲子 这个轮型甲车上 底下有一个明显的英文字 叫Prototype 意思就是还是原型机 还是原型 而且它所做的测试基本上只是算是研发的工程阶段的这种 就是基本上的性能测试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蛮值得这个提醒的 就是它是在这个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这个就是在总指导 那个就是火箭的发射基地那个地方来做 那这个 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 这个法人机构 它是负责统合 这个日本的所有航天事业的 它一再强调和平用途 就现在发现它在支持 这个三菱重工去研发武器 其实这有点露出马脚的这个味道 但是这个功能到底随准怎么样 我其实觉得它非常的普通 不过这个我要是这个还是要提醒 它在这个由于军用的镭射的波段 其实相当有限并没有太多 所以我们看那个镭射 大体上连它的频率 差不多都可以判断的出来 你刚刚说军用频率相当有限 只有几个 哪几个 假如用坡长的话是780 850 这个980 1064 1550 这个narrow meter 所以大概就这个五个美理 这个五个就是说坡长 那其中有一个坡长是对我们人类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那就是说这个1064 所以美国呢有一个空军跟海军都用的通用装备 叫Latin的这个就是targeting pod 它的平常的训练坡长是1.54 微米 登到暂时破场的时候是1.06 就是我刚讲的1064 narrow meter 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就是说有人目视在看的那个被打落 所以它一定用的不是1064 比较可能的话应该是这个980 这个narrow meter的话是比较可能的 OK这次博览会其实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的国防部长 他们也共同发表了三国共同开发第六代战机的更多的细节 而且也表示说未来10年要开发出性能超越美国F35的下一代战机 但这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日本正式放弃跟美国合作 而是和欧洲国家共同开发下一代是第六代的战机 可是大家会想是美日关系不是很好吗 又是军事同盟 那为什么在开发六代机上面会选择脱美入欧 大使 因为现在日本有一型叫F2战斗机 那这个是从这个F16这个基础上改良了一个日本专用的一个战斗机 也可以说是日美合制的 因为它的两个厂商合制厂商就是三菱跟Rocky Martin 所以这个飞机大概就是说1995年就首飞 2000年就已经开始服役了 服役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已经靠靠老旧了 所以呢美国跟日本之间 日本跟美国之间这个F2是一个核制的战机 可是呢日本坊间很多传闻 他有一个首席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工程师 叫神田国一 他曾经对外面曝露 他说这个飞机在核制的时候 美国很贼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在 基本上好像在监视日本的感觉 防着日本 日本方面有些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设计概念 美国方面都不吭气 让这个错误继续发生 所以这个F2这个合作的经验 看起来日本感觉非常负面 而且觉得美国根本就无心想要协助日本发展自己的这个先进的战机系统 我想这个是因为F2的这个合作的经验造成的 那不过呢回过头来 其实美国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不管是英国好意大利亚好日本使用的F35 都是在日本和意大利这个两个地方组装的 所以事实上美国事实上事实上想把日本纳入他的这个战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里面 并不是很乐见看到日本的这个发展自己的战机系统 这可能有战略考量呢 可能也有生意考量 我说日本就是要记取之前的教训 之前的教训 所以现在呢 这一次就高调宣布 跟英国跟意大利三国合作把美国踢掉 F315是美国拒绝让日本参加 不是日本没去参加 就是要防嘛 对这个 当初也有讲过 就是为什么眼睁睁看日本走这个冤枉路而不去提醒 因为他们美国人心里的估算是说 你搞不好歪打正着 还可以发出有些技术 甚至还会超越 对 所以日本做得出来 对 所以他那时候明明看走冤枉路 但是他就不阻止 因为为什么 我们人类有很多科技发展都是歪打正着 谁知道日本走的冤枉路 搞不好还要变成有更尖端的科技 不要低估日本的研发能力 但委员怎么看日本现在开发中这个极音速飞弹 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这个好像还没有试射 目前还在开发中 现在这个展 就是大家在凑 然后看可不可以说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大家在寻求合作的空间 然后他就在秀说我要做这个 那我模型给你看 那如果你是5G要出口应该现场要有demo 所以我感觉是比较像技术合作 因为去了企业有250家 我感觉是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商业性格 商业性格 比较重 比较重 各位前面讲到那个战略跟外交 或国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那一部分 日本没有那么高的自主性 是 请相信我 好 等一下我们来聊两个关系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